俗话说,三月不减肥,夏日吐伤悲 近日,记者走访武汉多家健身场馆发现 健身热正持续升温 有趣的是,不少女学员开始亲爱于拳击类运动 就是觉得可以防身,然后还可以强身健体吧 然后拳击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燃脂有氧的项目 所以我还蛮喜欢的 今年26岁的江女士说 拳击让自己感觉到一种由泪而外的平和 很多情绪都在挥拳的时候稀释了 而且开始与自己的体重和解 不再盲目地以瘦为美 其实我在以前大概只有90斤 但是看起来非常的病痒痒 但是我现在就是嘎嘎吃饭,嘎嘎响 然后就是体重增加到120 但是我没有那个体重的焦虑 左前竹在武汉经营一家拳击馆 他告诉记者,开办拳击馆四年以来 今年前来咨询的市民尤其多 我觉得从大家以前的这种认知里面来讲 学武,学拳击好像就是会 思强凝弱,喜欢打架 但是现在观点不一样的 觉得这种运动很流行 然后适合各类人群去学习 包括减脂,包括变得自信,包括变得更强 左前竹说,拳击运动并非男生的专属 其瞬间爆发力强,肢体伸展幅度大的特点 使得他在燃烧脂肪,塑造身形方面具有显著效果 场馆内不同的拳击器材 也可以锻炼不同的技能和肌肉群 乐客武汉城市负责人冯元苑告诉记者 近期在全国热映的电影《热辣滚烫》 在一定程度上也助力了拳击运动走红 尤其是搏击类的燃支搏击和权力出击两门课程的约克律 高出平时时段五个百分点,几乎场场爆满 正常的话,平均我们每家门店每周排的 关于群元机类的课程有三节课 因为这个课程本身大众都是比较喜欢的 那这个预约率上涨了之后 我们也会在课程上面去做相应的一些调整